Hello 大家好 我是飘雪 今天是早晨的六点钟 我们已经都收拾好 洗漱完毕了 现在准备下去叫车 叫完车我们就直接去大使馆 这边过去很快 只要十分钟就能到了 所以可能六点半 我们就能到大使馆 然后去排队 看一下早晨尽量能办完 尽量早点办完 现在先这样吧 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吧 可能看情况到那边 如果不能拍就不拍了 如果能拍的话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能拍等一会儿回来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口述一下 我们今天的过程 我们已经到大使馆这边了 已经很多人有人排队了 我还说这么早来 可能没人啥啥的 看到已经有七八个人在这里等 这样才六点半 大使馆前面的街景 给大家扫一个 要吃早点的话 这边也有早点 那边有一个摊子在这里 可以到这边买点吃的 看一下现在的能就排了好多了 刚才我们来的早能少 现在能都排到后面了 现在是早上七点四十七分 现在看看有多少人 已经进去一大部分了 里面还有这么多 刚才我们七点那一批已经进去 七点八已经开门了 在这里 在这边 现在的话 我们现在走得到了 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最后 在每个人都排到 翠鱼鱼鱼花 香檳 龍蝦 香檳 水 尋找 哈喽 嗨 大家好 我是飘雪 刚才我们从巴士馆回来了 现在回到酒店了 然后我婆婆顺利通过 好试一双哈 虽然说等了好几个小时 早上我们去的时候是 6点多到那边 大概6点半我们就到那边了排队 然后我们今天排的是第一个 本来我排的是第三个的 因为第一个那个小孩子啊 他紧张 他说他不想排第一个 然后跟我们换了 那变成我们排到第一个了 那最后呢 我婆婆心进去了 我婆婆第一个进去 你知道不到8点 大概是7点45就进去了 因为我们陪同的人不能进去 我只陪他到了 都到了那个安检的地方 就不能进去了 所以陪同都不能进去 除非你是超过 80岁以上的人 可以陪同进去 80岁以下的都不允许陪同进去的 只能在外面等 所以但是我婆婆7点45就进去了 然后我就出来等 一直等到11点了 快11点了 快11点了 我婆婆才出来 我在那边等了好久啊 紧张的不得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进去那么久 从来没有说 你一般签证最多是一两个小时 这就是久的了 他都三个多小时才出来 后来出来之后问了是什么情况 是因为他不会讲国语 他不会讲国语呢 然后呢 里面要给他找方语 然后找了很久 没找到方语 可能省了很久 里面有好几个 就是有好几个 不会讲国语的老人家 然后他们就是统一的 可能给你找了一个 讲福州话的方语 然后统一的给他们问 本来的话 正常的话 不会等这么久 因为看了别的陆陆数据都出来了 因为我们 我们是头一个嘛 今天是第一个进去的 那最终到了快11点才出来 还好 好事 时间久一点没事 只要通过了就好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大概在里面 待的是7点8点进去 到将近11点出来 三个小时吧 里面我们是拍不了的 我们也没进去也进不去 所以说你们 排来的时候一定要记清楚的 你们那个资料里面有一张单子 单子里面有写时间的 你一定要看好时间 在那个资料里面啊 他都有一张单子 就是预约时间的那张单子 你们一定要看时间啊 8点半的 8点45的 9点的 或者是9点10分的 反正都是有时间的 你们一定要看时间 你找来没有用 我跟你们讲 不要听人家的 哎 找去排队 找排队 找拿号码 不是这么回事啊 他们今天很多人都是找来了 但是最终还是要排到后面的 因为他是他是按你那个单子上面的预约时间 然后进去的 我们预约的是8点了 是头一批 所以我们今天进去的最早 然后他们有的是9点了 都在后面排的呢 时间没到不会进去的进不去的 所以你们也不要提前来 浪费时间 你还不如在酒店里多睡一会呢 呃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看单子上面的预约时间 按预约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去就好了 不要去太早 去太早没用 你也在那等 所以说 他们很多人是没有看单子 他们不知道 9点多的 7点6点多也去了 5点多就去了 有的5点多就到那边等了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排了不少人了 有有七八个了 我们也去的很早 因为我们是头一批吧 所以我们早点去 其实正常的话 这不用那么早 他是7点半开门 7点半开门的话 一半你7点到那边嘛 7点到那边 反正你是8点的 如果你是8点的话 你就可以先到前面去 不用排在后面 排在后面 他也也会让你提前进去 反正 他是按你单子上面的时间 不是说你排队 我排在前面 我就先进去 排在后面 我就挽进去 不是这回事 所以说不要浪费时间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看时间 提前半个小时到那里就好了 大概过程也就是这样 我们那天从福州出发 是从福州南坐到广州东 然后下车 你们事情最好就在晚上预约好这种酒店 车票 都事先预定好 就在大使馆附近的 什么价位的都有便宜的 有贵一点的 反正看你自己喜欢 想住什么价位的酒店都可以 所以尽量住好一点的酒店 反正也不要住太差的 他们有的酒店差的 他说连水都没有 我也不懂了什么意思 酒店怎么会没有水 没搞懂 反正我们住的这个是 我这个是634一个晚上 是有点贵 但是他这个酒店比较干净 比较新 新专修的比较干净 离那个大使馆的大概也就 坐车一个也就不超过10分钟 把七八分钟就到了 其实走路就十几分钟 正常的话走路过去就可以 但是我婆婆脚不好 所以我们我们都坐车去坐车来 嗯大概就这样 你下了下了车 下了下了那个什么时候 到了广州以后呢 你就提前在晚上啊 你打地也可以 或者是你提前在那个高的地图 上面叫车 或滴滴叫车也可以 就在附近稍微不要太远嘛 一公里一公里多点 让你附近找个酒店就好了 然后早上呢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提前半个小时 按你的预约时间 提前半个小时去排队就可以 嗯像到9点多以后外面都没有人了 我刚才看了9点多10点多 外面都没人了 之前是好多 今早上去的时候知道吗 也有好几百 是好大大几百个人 我想那个大我去拍了一下 到时候你大家看一下 那个对我排的挺长的还 说明人还蛮多的 但是到9点多10点多以后就没什么人了 嗯 反正早上预约的 反正到了9点多10点多以后 他可能就约到9点 9点半以后应该不预约了 然后就是下午的了 大概情况就这样子 我们下午的车票2点多的 现在吃了午饭 然后我们也就吃完午饭 我们准备去车站了 去车站稍微等一会儿 现在还在等外卖 我们也没出去吃 这附近好像我看了一下 也没有什么餐厅 好像没什么餐馆 这附近好像大部分都是办公楼 或者酒店 也没什么餐馆 不过酒店里面他有餐厅的 可以去酒店餐厅吃 所以我们没去 我们就叫点外卖吃 简单 经过大概就是这样 反正有什么不懂的话 大家也可以 给我留言 或者是私信我 都可以 到时候我会跟你们讲 大概不懂的 不懂的地方 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评论 订阅关注 谢谢大家 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 爱你们哦 拜拜